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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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 华人喜欢在家里或是家门口 摆放一盆吉祥盆栽 这是金菊 象征吉祥如意 大吉大利 在树上挂满红包更加喜气 好 大家好 我是华哥许旭盛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背后这棵金菊 过年的时候 这个讨个吉利 门口摆两盆这个金菊树 真的很多人种金菊 你不一定要种地 你可以种到盆子 有些还种的 你拿个大盆子种 摆在门口 那时间到了 它就开花结果 也相当不错 我记得小时候 在台湾长大的时候 我很不喜欢金菊 因为金菊是什么 是椭圆形的 它皮是甜 但是里面是超级酸 我在台湾没有看过 小时候没看过 这种圆形的金菊 圆形的金菊 圆形的金菊 和土圆形的金菊 有什么不一样呢 十几二十年前 才在洛杉矶 发现有这种田的金菊 这个是外田内田 这种金菊是值得种 中文名字叫做美华 美就是美国的美 华就是中华的华 那英文就叫美华 如果你要去买苗 就要买美华 或者美华 每年差不多是 在十二月下旬的时候 开始成熟 这可以待到四月 它还可以在树上 继续保持新鲜 许多种了很多年的金菊树 都是又高又大 许老师家的金菊树 怎么不太高呢 那这叫美华金菊 它有癌种 我家这棵 还有那边有一棵 都是癌种 你不要看这棵 大概七尺高 都算癌种 那真正的 我们看过橘子树的 八尺 十尺高 那真的就是一般的橘子 那我觉得说金菊树 顺手摘下来就要吃的话 最好种癌种的 我这种了十二年 就是这么高 我想再种十年 大概也是这么高 那非常方便 朋友来的每个人摘个 五粒十粒 在现场就这样摘下来 就直接入口 非常好 所以可以 鼓励大家可以种这个金菊 金菊树 现在是因为南加州 或者整个加州 都有开始有这个 黄龙病的问题 所以要买到金菊的苗不容易 要到非疫区的城市 才买得到 南加州非疫区城市 例如Warnut Sandimas Fontana 那其他 像我家在Pomona 已经农业局都已经 把这当做疫区 那基本上我们在疫区里面 这地方就不能做这种 柑橘类的买卖 那你家里面这种可以 只是说农业局可能也不定期 也会来给你抽检 可以把自己家椭圆形的三金菊 变成圆形的田金菊吗 是可以 那但是我最好就是说 农业局不要你随便嫁接 那合法的方法是 加州有一个蛮有名的 U.C. Riverside 它的农业学院很出名 它还没有在卖这种 合法的又是说 也确定没有带 黄农病的枝条 跟它买那种就是合法 放心你就可以把你家的 酸的金菊把它架接 这个田金菊 金菊颜色金黄 可爱讨喜 80%的维生素C 都存在果皮中 温馨提醒 吃金菊前后一小时 不要喝牛奶 因为蛋白质遇到金菊中的果酸 会凝固 不易消化吸收 而导致腹胀 上帝创造这个田金菊 跟一般的菊子不一样 一般菊子都这么大粒 或者更大粒 那小小田金菊 可以随手摘下来 就往嘴 擦一擦洗一洗 往嘴巴放 这个田金菊 在中国古代 也是用神龙本草精里面 特别提到这个金菊类 是可以致咳嗽 所以说喉咙有时 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你去摘几粒金菊 咬一咬含在嘴巴里面 可能对这个 减少咳嗽的症状有帮助 所以金菊也是蛮奇妙的 所以每年从十二月一直到 三四月到我家的人 剪刀拿给他 甚至用手都可以直接拔下来 摘下来就可以这样直接入口 刚刚好吃 到一天 到一天 再来 到一天 看 到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